这是一个神秘的液态世界 人类对水的敬畏和崇拜 远远流长 我们从这里走向陆地 我们在这里 封存历史 以水为界 上下求索 讲述水下 你未见的 中国 在摩索人的眼里 卢宫湖的水下 是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 近两千年的时间里 卢宫湖和盐湖而聚的摩索人一同 因群山环绕的地理环境 而被世间 遗忘在了跌辱交界的高原之上 与世隔绝 成就了卢宫湖的寂静之美 同时也孕育了摩索人的神秘文化 他们至今保留走婚习俗 摩索人 视卢宫湖为母亲湖 但他们 从未探索过水面之下 这一次 摄制组将要揭开这片水域的神秘面纱 但在下水之前 还必须找到一位重要人物 大巴阿布高书 达巴阿布高乳 并是此次我们要寻找的人 这些法器传到他手中 已历经四代 达巴教是摩托人的原始宗教 而达巴是唯一能够与神灵沟通的祭司 一代的达巴精通宗教 历史 文化 医术 不用文字 不用经书 口口相传 延续纸巾 卢沟湖是摩托人心中的圣湖 此次水下拍摄《前屋古人》 作为当地最有威望的达巴 83岁的阿布高荣决定亲自出马 祭告水神 仪式必须在湖边进行 以便达巴能够与神灵对话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达巴的诵经不能停顿 不可被打扰 太过了 我 晚上十日 早上去顾客 好吧 顶本建议了 独特的高原环境 孕育了独一无二的水下世界 能见度接近20米 阳光直射 水波摇曳 让水下如梦般来 这片水下森林 通过玻璃罩里的眼睛 与外面的世界初次见面 这是海草花 花经最长可达十米 根经沉水 花闻水面 他们的习性 就如同他们的样貌一般浪漫 水若不清 不生 日落沉入水下而眠 第二天迎着朝阳 又回到人们的世界 这大概 这大概便是水下的草原了 毛茸茸的毯子下面 不知藏着怎样的秘密 出于好奇 潜水员尝试进去看看 而整个身子都埋了进去 却依然无法触底 鲁孤湖的水下 有太多未知和神奇 那么金柱子 龙宫 还有那些神奇的生物 是否真的存在 阿布高主 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了 记性开始变差 他知道 是时候找一个接班人了 那开始是古巴这个 阿布在我们公司的话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 可是的话 现在这个时代的话 已经不是很需要这种东西了 年轻的枝骨蛋石 其实并不喜欢别人 给自己预设 达巴继承人的角色 枝骨蛋石啊 你怎么在拍猪啊 要把上城都抖一下 这个会有人看吧 肯定会有的 又注重出来 达巴不知道孙子 在捣鼓些什么 而枝骨蛋石也明白 他的世界 祖辈父辈们 并不能理解 就像对于鲁孤湖的水下 他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金柱子 龙宫 还有那些神奇的生物 他从来都不信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传说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不现实 如果真的有的话 人类现在肯定早就发现了吧 年轻的枝骨蛋石 在互联网时代成长 和祖辈们不同 他的身上 正在发生着变化 事实上 整个鲁孤湖 也在经历着变迁 游客向往神秘的摩索文化 汹涌而来 他们带来了财富 也带来了冲击 就连海草花 也连同摩索人的走关文化一起 被炒作和误解过携着 得了水性洋花的名字 和他拿着一起一幅 最后别车子 你要那么和神秘的摩索 真正的摩索文化 似乎变成了一种形式 一场噱头 一个盛装金币的容器 最盐湖的房子变成了客栈 真正的摩索人 向后退居 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撞 也是年轻人内心的冲撞 这些人是什么 甚至是什么 人家出了比较年 人家出了比较年 人家出了大学 在学校上 人家出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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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古当时知道爷爷的心思 但他更想自己选择未来 对卢姑湖水下神秘世界的向往 大概只存在于老一辈的身上 这艘朱槽船的主人 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线索 他坚持将我们 带往湖心的礼物彼岛 以前我们老人说 以前我们下面是那个 一个村庄 天气好的时候 下面金色的柱子都看得到 随着不断靠近礼物彼岛 生难仪器显示的深度变化 越来越偏斑 说明这里水下的地形非常复杂 十五米 找到了躺在水底半个世纪的巨木 二十米 光线已经昏暗 视线里出现了羊沙和浮游藻类 五十米 触透湖底 有如行走在月球 离开卢库湖之前 我们拉起幕布 将拍摄的水下素材 放映给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摩索村民 独特的高原环境 孕育了独一无二的水下世界 能见独接近二十米 阳光直射 水波很燕 让水底如永安 没有龙公 没有金柱子 水下世界的样子 在知乎丹时的意料之中 但我们未见老一辈人脸上 有一丝不解或失望 一切都把水下水下 又大梦 一切都不解或失望 就是一切都不解忍 就是一切地坏 一切都不解忍 一切都不解忍 一切都快要 ном一切 一切都不解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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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传百年的神话故事 有些人视为精神信仰 有些人选择理性对待 如今 生活在鲁孤湖周边的摩缩人 慢慢减少 互联网的发展 让其中的年轻人 向往外面的世界 文化的冲击于他们而言 是一个放下传统 走向现代文明的自然过程 他们坦然接受 而对老一辈而言 他们叹息这种改变 用自己的方式 守护着内心的纯净 童话般美好的水下世界 根植在他们心里 至于它是否真的存在 却已不那么重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